欢迎各位贵宾来参加今天的王世杰科普讲座 王夫人 正院士 大家晚安 今年是王顾院长129岁敏诞 每年本宴都会举行纪念演讲会 来表达我们对于王院长的追思和敬意 王世杰院长是本宴的第四任的院长 任内恢复物理研究所 增设经济研究所及生物化学研究所筹备处 促成中美科学方面的广泛合作 成立美国研究中心 这是现在的欧美研究所 延南海外优秀学者回台短期讲学 对于国内科学技术的提升 及人才培育影响深远 今天的讲座 我们很荣幸地请到 国立台湾大学讲座教授 郑英玉院士主讲 《连与断!诗国革命的传统与现代》 正院士1981年 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 1990年获该校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会 正院士为台湾大学讲座教授 在学术研究方面 郑教授擅长结合中西人文思潮 为古典文学开拓具有前瞻性与跨领域的誓言 其中关于空间身体与抒情传统的论述 备受海内外所注目 近年来也致力探讨 近现代知识经验 与文学表述的新关系 研究成果曾获得教育部学术奖 国科会 现在叫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 胡适纪念奖座 以及美国Fulbright与Harvard UCLA Princeton等著名学术机构 讲座出国研究或讲学 并于去年2018年 英选本院第32届院士 正院士目前担任科技部人文师师长 历任国科会 中文学门召集人 及台大中文系主任 及兼所长等职务 在教学方面 也曾获得台大教学杰出奖 以及速度获全校教学优良奖 今日正院士的演讲将带我们探讨 晚清明初以来 汉语诗现代化的进程中 由语法学 文字学 音韵学 心理学 和修识学等不同领域 出发而建构的汉语新思维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正院士 还有王夫人 还有在场的这个师长朋友们 大家好 那今天很荣幸 也很高兴可以到这里来 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在研究过程里面的一些想法 并且请教大家 那我因为要使用Powpoint 所以我就先坐下来 大家都知道2017年呢 是文学革命100年 那今年呢 是五四运动100年 在这两个百年的事件里面呢 其实呢 都跟胡适有关系 不但如此呢 我们当然也知道 这个两个百年事件里面呢 也跟追求民主科学有关系 那更重要的是 他也跟诗这个观念的 新旧交错有关系 可是我今天讲的呢 题目虽然是诗国革命 可是我的重点不是只在诗 而是在于它背后 那个汉语的现代转型 也就是诗国革命 不是只是来问说 新诗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应该同时问一个 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那现代汉语 是怎样获得它的现代质地的 就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 这中间是怎么样一回事 它的转变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刚刚用了现代质地 或者现代质性 这个同样的意思 这个现代质地呢 是杨木老师翻译的 而他翻译的就是modernity 也就是他把现代性翻译成现代质地 好 那关于这个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 跟胡适有关 大家到中研院来呢 一定会到胡适故居 或者胡适墓园 我记得我上台大中文系 大一的导生会呢 就是来这两个地方 就是胡适墓园跟胡适故居 那那个时候呢 就看到左下方 这个毛之水老师呢 为胡适所写的白话文的墓碑文 所以那时候觉得非常感动 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 那后来呢 在我念大学 我记得好像大学期间呢 这个毛老师 台静隆老师都还健在 所以我们都有机会呢 亲自这两位老师 我还记得台老师 在温州街的家 那时候我已经当助教 有时候我带书 就到了当助教以后 带书去到台老师家 他正在写书法 然后就在书桌上呢 写完之后就问我说 这几个印章 你觉得哪一枚比较好 就非常感人的这个接触 然后同时呢 毛老师呢 会一直跟系里介绍 应该推荐 购买哪些图书 那我记得呢 有一次书单看起来 几乎就是数学词典 几乎都是跟数学有关的 所以其实在台大的这个过程里呢 我其实亲眼见证了 这些五四的学者 是怎样跨越学术的领域 而且不分古今中西的 这个学养 这个素养 所以我想呢 如果一个人要把他的学术研究的路呢 往前追溯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的起点 就是大一的时候 那因为我知道那个 这个是一个科普的讲座 所以我特别想讲一两句 就是说研究跟生活的关系 如果我对于胡适的研究呢 是从我大一的导生会开始的话 那么我会这样想 就是研究当然不等于生活 可是呢 要有生活经验才有研究 所以每次我们在研究过程里面的 阅读思考对话感受 在这个完整的过程里面呢 它既是生活经验 其实同时也就是研究过程 常常在研究过程里 我想现场应该也有很多 硕不是生哦 他们会说 老师们都说 做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啊 可是这个问题要从哪里来 问对的方法 问好的问题 这个到底要从哪里来 那我自己觉得 我们都非常注重学科的知识 但是其实它更需要 全部的体验 也就是有些 是你翻开这本书 你就预期会得到的 可是有一些是在生活经验里面 多出来的 甚至发酵出来的 那个我可能觉得 那个才是研究里面更需要的 那我自己的研究过程呢 也跟这个有关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在台大文徒还在文学院的时候 最喜欢中间的空堂呢 去文学院图书馆 它有一排靠窗的书桌 你就无目的地走到任何一排书架里面 都可以把书抽出来看 那我这个经验呢 不是只有年轻的时候有 2007年呢 我到哈佛大学去做研究几个月 然后我按着所书号呢 大哈艳舍的图书馆 想要去找的是方以至全书 可是没想到 在那个所书号下面 那个格子里面 摆的是黄尊献全集 那我当然早就知道说 这个黄学的名号 在对岸呢 有非常多人研究这个黄学 这个册子两册书很大 我就把它抱回我的这个 哈佛的厅舍 大家都知道这是哪里 这是那个哈佛的Faculty Club 那我当时住的那个厅舍呢 也是哈佛的校团 它就隔一条街 就在相片的右边一点 在Ware Street上 我日夜地看那两本书 然后对着这个Faculty Club的长窗 看着他从早晨到日落 晚上有灯有明灭 然后就一直念着那两本 黄尊献全集 黄尊献是怎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让人着迷 黄尊献这个人呢 他其实呢是一个外交官 同时是一个文人诗人 他初始过日本 美国 新加坡 那他这些初始的经验 生命的经验 他都用诗写下来 那我在这里举了三本 他最重要的著作 最左边那一本 就是看荧幕最左边那一本 是日本杂事诗 他1877年呢 第一次初始日本的时候 有两年 1879年就完成了日本杂事诗 主要就是记载日本的风俗啊 一些杂感啊 很有意思的是 他的书 他诗写成之后 一开始只有154首 到了第九次订版的时候 变成200首 那那个初稿的稿本呢 有一本就送给他在 初始日本期间一个好朋友 叫大河内灰生 是一个华族 就是贵族 那个贵族很好玩 他把他这个稿本呢 就藏在他的花园 而且做了一个诗种 就是把他埋在那个 泥土花园里 然后做了一个 好像诗的墓碑一样 来纪念这件事情 那日本杂事诗呢 其实是某一个 更大工程的副产品 副产品就是最右边的 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是他 初始日本之后就想写的书 可是十年后才完成 总共多少卷呢 四十卷 这四十卷里面呢 隶属日本的这个地理啊 山水 风土 学术 公益 各种各样的宗教啊 等等的发展 这个书成之后呢 曾经就是上给李鸿章 章之洞 那尤其在1895年 这个马关事件之后呢 马关条约之后 成为清朝的官员 必读的书 他们认为是了解 日本最好的一个途径 那中间的那一本 叫仁静如诗草 大家看到仁静如 就会想到谁呢 杰如在仁静的陶渊明 所以显然呢 他这个诗草的名字 是为了陶渊明 那这个定稿 其实他的成述在1902年 可是呢 他生前来不及出版 到1911年 他死后 才由他的好朋友 梁启超在日本出版 这里面总共有641首 11卷 几乎就是 黄尊献一辈子的日记 他用诗来写日记 为什么会讲到黄尊献 跟诗的革命有关系吗 有的 在我们讲诗国革命 跟胡适相关的诗国革命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 有另外一个革命 叫诗戒革命 那诗戒革命是在戊虚变法之前 就有梁启超 夏真佑 譚思彤他们提出来 后来梁启超呢 又再次的倡议 在1899年 他说呢 如果我们现在要写诗 我们要有新意境 要有新语句 而且要有古人的风格 这个才是诗 才是现代的诗 而且他认为黄尊献 就是诗戒革命的第一人 我们单单从夏威夷游记里面 梁启超讲的这几句话 就知道 当时的诗 要翻身有多困难 你要有新意境 还要有新语句 而且还要有古人风格 那这个困难呢 的确体现在 黄尊献的书写上 黄尊献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不是一开始就认定 他要做诗戒革命的第一人 没有这样 那黄尊献呢 早年写的杂感这首诗大概做于20岁前后 他这句非常有名 我手写我口 这个后来胡适在做文学革命的时候 把这句当做他的宣言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黄尊献的背景里面 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句话 不是为了胡适的文学革命 好像预先有这句话 不是的 黄尊献还是一个传统文人 他常常感叹 他所学跟所怀抱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一辈子就为了科举奔忙 他一辈子有四次相识 从20岁开始 每三年一次 那屡试不重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心里的郁闷 再加上当时洋务食物 他对于国家的整个市局的焦虑 所以他有非常强烈的要突破困局的心智 在29岁终于有了机会 这时候他中举了 而且朝廷派他呢 跟着何如张一起出使日本 何如张是谁啊 是当时满清第一任派驻日本的公使 那黄尊献作为一个参战 就像一个幕僚一样 他终于获得了好像实践的机会 而我们的确在日本杂志诗里面 看到蜂拥而来的新事物和新语词 根据统计呢 日本杂志诗跟他自己写的注释 他自己在诗后面写的注释 有超过400个新词 这400个新词呢 你现在都习以为常了 民权 政党 意愿 自由 地球 五大洲 法兰西 玻璃窗 皮靴 这个在你来说非常习以为常的东西 在当时就是层出不穷的新语词 可是大部分的人呢 会把日本杂志诗或者他的注文呢 当作历史来读 当时我们接触到新事物新世界 所以你看黄尊献的日本杂志诗这样写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日本杂志诗 你会发现那里面涌挤着旧语词跟成串的典故 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黄尊献的日本杂志诗 绝对不会讨好的 因为他就是不忠不息不心不就 果然在钱中书的谈议论里面 他就这样评论日本杂志诗 他说甲无果点十数东营封土 就是日本封土 事成匪益 诗故难攻 他说我告诉你 你用了这些东西 你用典故 然后又用了好多日本的封土 这一定写不好的嘛 那下面一句也是一样 他能说西洋制度明悟 他就说这个诗一定写不好 他也不喜欢黄尊献的诗 两面不讨好 那我们来看看黄尊献的日本杂志诗 到底写的什么 底下那四句呢 是他其中一首 叫留学生 其实在这首诗后面的作文里 就是他自己的自作的文章里呢 他就写说 他好佩服日本的心学哦 就日本的心学分科分级 然后可以教各种各样的天文 地理化学等等 可是你看他的诗怎么写的 他说 画书齐气问心边 逢海遥寻鬼谷仙 学得离间归散炫 逢人鼓掌快谈天 这当中我先带大家看 新语词在哪里 画书画学齐气 很奇怪的好多机械 航海当然就是轮船 那接下来还有快谈天 快谈天大家不可以讲成 现在谈天的样子 他讲的是天文学 这是新的 那旧的有什么 鬼谷 鬼谷子 张仪淑琴的这个老师 那离间就是汉代的大秦国 大秦国为什么在讲离间归散炫呢 就是大秦国人来的时候 很会吞刀吐火 有很多很奇怪的 那个幻术一类的 那逢人鼓掌快谈天 谈天呢 是当时晚清的时候 翻译西方天文学史最常用的一个term 因为那个词语是我们固有的 是战国时候 齐国的周延 专门会讲天文学的 他讲的天文学 不是你想象的天文学 是讲五行变化 所以谈天本身 既是讲现代的天文学 也是一个典故 如果你看了 丹丹留学生这首诗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这里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典故构成的世界 一个是当前的新世界 因为有这两个世界呢 我们就会发现呢 在新事物新语词之外 黄尊献其实是感到困难的 因为他没有新的感知方式 他只能用他自己的典故 或者熟悉的传统事物 他的表达手法还是旧体师 所以其实在这里 我觉得黄尊献意识到一个困难 有时候在研究近现代的时候 我会觉得 意识到困难 比他能不能解决这个困难 重要多了 因为他意识到这个难题 他意识到一个难题是 汉语究竟要如何 面向世界 开口发声 在现在很多近现代研究里 比方说 这个中国的罗志田教授 他就谈到说 晚清的很多文人 在面对新世界的时候 他都会得到失语症 就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 才可以描写新世界 黄尊献呢 也是意识到了 他不知道如何面向世界 来开口发声 这个原因是典故 跟旧体师构成了一个 原来的世界 可是现在的新事物新语词 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现在难题就是 这两个世界 要怎么交接在一起 怎么契合在一起 黄尊献还没有找到 他的彼此交接的可能性 所以在整个日本杂事师里面 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会议 发表一篇论文 就是觉得日本杂事师呢 都是在拔河 the talk of war 就是彼此都在拔河 诗是旧体诗 可是著文里面都是新事物新语词 汉学是已知的 可是西学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搞不清楚 到底日本杂事师呢 算是一个bridge 还是一个boundary 就是他是可以嫁接着桥梁吗 还是其实根本是一个阻隔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黄尊献说 他的世界革命是失败的 但是为什么失败 到底失败在哪里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当我们熟悉这些典故 熟悉这些字词 熟悉这些文类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成套的知识体系 就像我们从小学了很多诗词 背了很多典故 我们知道怎么查询男字 我们知道这个文体的特性 旧体诗 新体诗 五言 七言 词 跟诗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熟悉了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一首词 或一首诗的时候 如果你熟悉这些知识体系 你是很容易领会跟进入的 可是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成套的知识体系 你怎么理解 你怎么领会 你怎么感受呢 所以其实世界革命 为什么失败 并不是黄尊线 不知道有这些新事物 不知道有这些新语词 其实更大的困难是 知识体系之间的拉锯展 也就是整个conceptual form 是不一样的 这个存在一种模式 这个变化了 才会这样两难 才会要重新去摸索一种 看待 分类 思考 陈述世界的方式 你知道吗 日本人比黄尊线 早一步先碰到这个困难 而黄尊线的困难 是在1877年 他到日本以后 这个困难更显著 很多人认为呢 日本早一步比黄尊线呢 先写出文明开化诗 黄尊线是1877年 到日本就职的 而1875年 当时日本汉诗坛的盟主 几乎像盟主一样的 申春涛呢 就刻了一部书 叫东京才人绝句 东京才人绝句里面呢 说些什么呢 东京才人绝句里面 有一个序文 是川田刚的 请大家看那个 席者永悟 他说席者永悟呢 花鸟风月 而今则时势电机 汽车轮船 耳目所处 无一飞星题目 也就是他宣告 今天的东京 已经不是从前的东京 今天的才人 也不是从前的才人 我不再写花鸟风月 我写时势电机 那个很大的建筑物 我写电器化的东西 蒸汽机的东西 汽车轮船 我写这些 他比黄尊县呢 早一步就宣布 今天日本的文人 开始要写 这个文明开化的诗 这个文明开化诗呢 都是绝句 都是旧体诗 可是他宣告 我从此要写新的东西 这个新的东西 日本受到什么影响 为什么会开始写这个新的东西 其实蛮重要有一个 就是黑船事件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个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是在1853到1854 这个Commandor Perry的美军舰队 密西西比浩呢 他曾经两度到东京湾去 而且希望日本呢 这个让他们通商 就开放那个港口 这个两度到日本去的 这个Commandor Perry呢 他写给国务院的 一本很重要的报告呢 里面就记载说 当时他到日本的时候呢 日本官方有接待他 还给他看相扑比赛 可他怎么形容那个相扑事呢 他说这些是monster 他说 这个像一个野蛮一样的 像野兽一样的蛮力的比赛 而他接着就记载说 这是一个对比 因为那是一个蛮力的比赛 可是我们提供的是电报铁路 这是更高度的文明 然后他说日本人呢 是没有完全开化的 所以他说这是一场呢 非常值得骄傲的胜利的展示 当然展示的呢 就是科学与产业的成果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这一本国务院的报告书里面呢 很明白的表现的一种态度 就是分别跟比较 那分别跟比较呢 正是后来现代视线 就现代化的这个modern gaze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非常有意思 它也有一个来源哦 有一年我到Harvard去开会的时候 跟着亲大的杨如斌老师呢 在开会的空档 我们就到Boston Common去找那个 Real Book的书店 然后在巷弄里 就是在大公园的巷弄里 就走进了一家那个书店 就看到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我们看到的这个 装针真的非常美丽 那底下的这个绘图也很清楚 它是1857年这个国务院出版的书 当然现在有电子版了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书真的太高兴了 翻一翻的发现它的绘图非常精良 大家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画的是哪里 就是台湾 这个1854年呢 3月的时候呢 这个Perry跟日本订了这个合约之后 通商开口案的合约之后 1854年的7月 它行经这个台湾 因为他们是从这个南非那里过来的 然后他从这个 这个台湾这里经过的时候 在基隆那里停了将近十天 那在基隆那里呢 他就借口说 这个我有一个水兵失踪了 然后同时我要加水加煤 可是其实他同时派人呢 去考察台湾的矿产 尤其是煤 那这个是这一本很有趣的书 那这个就是其中的一幅 就是日本招待这些美国的这个舰艇的人呢 看相扑比赛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图其实还蛮清楚的 但是那个相扑是呢 化成了黑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说一下 其实呢 这个日本人到了这个 东京湾寻求开港之后 日本就一直保持呢 非常踊跃的向西看的观景台 而这个向西看呢 很重要 尤其是博览会 在1851到1940里面呢 全世界举行过两场世界博览会 而200场 而日本人是非常热衷参加博览会的 比方说他们最早的一次就参加 第二届的世界博览会 是1862年呢 伦敦举办的 而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 日本的这个人员 在这个队伍里面呢 叫福泽玉吉 他就说 Exhibition呢 就应该翻译成博览会 所以我们现在博览会这个字呢 是这个福泽玉吉翻译 他不但参加1862年 1873年又参加了维也纳的博览会 同时1876年 美国费城博览会 他也有参加 后来甚至1877年 就是黄尊县抵达日本的 那个时候 就在国内 其实就是东京上野 举办了内国劝业博览会 在这些博览会里面 尤其是1876年 等一下我要细讲的这个 美国费城博览会里面 中日都参加了 可是日本的场域超大的 而且他们得奖的东西超多的 因为这是一场以工业为主的博览会 那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呢 Centennial就是美国百年的这个博览会呢 有很多海报 当然讲美国百年的历史 那还有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照片 讲这个费城博览会的这个广角的样子 那另外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在博览会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当时清廷派谁去啦 清廷其实是很小看这件事情 他派的是一个海关的官员 叫李规 双土规 那派李规去 李规是一个海关的官员 其实他听不懂英文 就有一个翻译的 跟在他旁边 可是人声鼎沸 他明白他后来写了这个美会纪略 就是美国这个博览会的这个纪略 他就说 哇 这人声鼎沸 我完全听不到翻译在说什么 好 这里这就有意思了 因为他其实没有听到 所以他只能看 那他当时呢 眼光所及呢 最醒目的就是这个College Engine College Engine在整个费城博览会里面呢 机器院有一个场所叫机器院 专门放了这一台蒸汽机 提供1500匹马力 所以整个主产馆里面 所有比方说这个纺织机啊 或其他的机械 都是靠这个College Engine 那当时有一个绰号 说他是钢铁运动员 an athlete of steel and iron 所以你可以发现 李规看到的 的确也就是这个博览会 最希望大家看到的 这个博览会呢 提供了一种视野 如果大家有去过博览会的话 就会发现说 博览会其实是把很多物品 或者这个物品所代表的国主 抽离出来 原来所在的环境脉络 不管是山川 风物 土俗 民情 或者甚至很多神话传说 文化记忆 都没有了 因为他抽出来 摆在他该摆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是怎么摆的 其实根据 大小 国力的大小 面积的大小 所以这些面积或者区域 就呈现了这个国力的大小 所以在观者的眼光 尤其像清朝这个李规的眼光里面 他就重新发现了这个定位 他就说 当时最大区域的就是美德 还有英 法 日 这几个国家最大 而且摆在呢 这个南北纵轴里面最显著的地方 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呢 博览会 其实逐渐的在更改了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们的概念思考的模式 博览会看起来是呈现一种进步观念 可是当他以国力来区分这些大小位置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 尤其是科技性的工业成长 就与国足或国家的评比呢 来相牵连 日本人呢 对这个博览会的政治学是非常有研究 在日本学者极见骏灾的这本书 博览会的政治学里面 他就说 博览会 博物学 财务分析 还有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文法 因为等一下我会讲到文法 都纳入十七世纪以来 透过记录 分类 配置 所建构的事业 甚至我们现在很喜欢逛的百货公司啊 图书馆啊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大学的学科分类 都是这种现代视线的秩序 到底什么叫现代视线 现代视线很清楚 就是把一切事物都排比起来 而且放进图表的格子状的 这个 比方说柜子 或者是架子上面 那你知道当很多事物被摆进透明的图表 或者是记录里面 或者是格子状的记录里面 它要比较什么 它要比较的就是表面的形象的数量 大小 效能 而这个跟我们完全 按照脉络化的仔细 酝酿的情境的体验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有了现代视线之后呢 我现在就想要进一步来谈说 我们从世界革命 谈到博览会 谈到世界观的新视野 这时候我们就要问 那我们的诗国革命 也就是文学革命 或者新师的出现 要放在什么位置来谈比较好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有了一个进步主义 或者进步的意识形态 或者现代视线 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新师的出现 只拿来谈 在中国境内 或者在传统 或者在现代 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 世界变迁中的文学来看待 它是在整个世界视野的变动里面 呈现出来的 第二 我们就应该谈古今跟中西的文化交织底下 我们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怎么回应 在这两个前提底下 我们可能才能谈 什么是文学革命 什么是白话诗 什么是自然音节 这是胡适提出来的 还有到底什么是汉语的 新师学 所以我想前面的铺陈 都是为了说明 当我们今天要谈 诗国革命的传统与现代的时候 不要忘了 它应该是在整个世界 风起云涌的 新的理解架构底下展开的 好 我对于诗国革命的传统与现代 到底要怎么看待 我不希望它是二分的 我希望它是又连又断 然后四段十连的 好 所以我大概会这样来谈 那在这里呢 先请大家看看这两首诗 好 那也请大家想一想 这是谁写的呢 霜染寒陵 风吹败叶 天涯第一重酒 灯高山进取 听万货松涛惊吼 三前三后 更何处能寻黄花珠酒 九日灯高 翠楼银是词调 那一首词 1910年写的 下面那一首 是这个五言 梦下草木掌 异国方之春 平五字一月 一律真无垠 人言此地好 景物家无伦 姓美非无土 我闻王仲轩 安得双仙福 非非凡故国 大家有猜到是谁写的吗 这两首诗的作者 等一下再揭晓 但是看看这两首诗 这两首明明就是 非常传统的诗 比方说 最后那个 因为虫酒灯高 最后那个黄花珠酒 我们马上来想到 王维的 姚之兄弟 灯高处 便差诸于扫夜人 这当然是怀香 怀念家人的诗 然后底下那个诗 也很容易懂 梦下草木掌 第一句就是 陶渊敏的诗 上海金十三首 第一首 底下还有两句 也是有典故的 就是姓美非无土 我闻王仲轩 王仲轩是 建安妻子之一的 王灿 他很可怜 他从洛阳 因为董卓之乱 因为夹着 汉陷地啊 两宫啊 一直逃到长安 就被迫逃到长安 到长安之后呢 他觉得长安 也很乱 他就流离到荆州 所以呢 后来他在荆州 十三年啊 写了 这个 这个 灯楼赋 灯楼赋里面 就有一句说 姓美而非无土 西 成何足以烧流 我想回去 我想回去 这里虽然很美好 我才不想留在这里 好 其实这两首诗的作者呢 是底下这一首诗的作者 那大家一定知道 是谁了吗 胡适 这一首 胡适这一首 算是我们的第一首白话诗 是写于1916年 不过就是那两首诗的 几年以后而已 那大家可以发现 关键在哪里 在1915年 1915年的时候呢 9月 胡适呢 从Carnel毕业 那你们知道 他接着要去哥伦比亚吗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很不高兴 然后很郁闷 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 然后后来他就要到哥伦比亚去 他突然想到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什么叫作诗如作文 就是像白话文那样 讲得很清楚明白嘛 那这样就来作诗 所以他就先画了一个 白话诗国的大饼 其实那时候他还没写白话诗 这不过第一首而已 1915还没写 到了1916年呢 他写了这个 这个是在哥伦比亚 然后面对着这个 Hudson River 这个 哥伦比亚的这个楼上面看的 这个Hudson River 就写了这首诗 这首诗后来我们称为蝴蝶 可是其实原来的诗名叫朋友 他觉得为什么朋友都不理解我 那我们来看看 这首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我都把那个 写出来了 第一 他有单负数 可是我们古诗是没有单负数的 月落乌提霜满天 你要去问几只吗 几只乌鸦 没有 我们没有单负数 同时我们没有因果先后的 比方说还是月落乌提霜满天 是月先落下去 然后这个鸟才提 然后才霜满天吗 我们不会这样问的 可是你看这首诗是有原因的 他一开始第二对句说 不知为什么 后面才说因为那个孤单的关系 所以他是有因果关系 可是古诗没有 同时这首诗一个典故都没有 那另外呢 这首诗没有对偶 也不讲评这 所以从此呢 他开启了这个 所谓他认为的白话诗国的 大大的一个范围 可是呢 我们都知道提倡白话呢 是胡适文学革命的核心 可是呢 在我的2017年 这个一本出版的书里面呢 我认为文白二分的说法呢 根本是一个假命题 是一个假议题 胡适曾经说 中国古文字呢 在2000年前就是死文字了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胡适有一本书叫什么 白话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是一个未完稿 他现在看到的上下两边 上边是唐以前 那下边呢 就是唐 唐代呢 只写到这个 圆白 但是他就说 白话文学史里面 他就说 捍卫六朝月府诗 第一时期的白话文学 接着有唐宋白话诗词 宋元小曲 直到明清小说 显然 显然 白话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并不是文学革命 胡适以来才说 我们要文百二分 你看我要推广这白话文 其实白话一直存在 如果白话一直存在的话 那文学革命到底推出 哪一种新语言呢 我觉得是国语的建构 有三种东西 不是只有文言 白话 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 是国语 如果在文言文脉络里面 早就有自由生长的白话 即便五四以后 其实现代汉语里面 还是有大量的文言短语 所以五四的白话 根本不可能完全离开 汉语书写的历史语境 同时我们会发现 白话如果是长期的发展 那么当它 作为书面文体的时候 它其实跟文言文同时存在 那是根本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其实胡适 所谓的文白的革命 问题在哪里 其实它想要限定的 操作的 建制的一种 所谓强制性的国语 我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先不要讲到那个部分 先讲到马氏文通 因为这个有关系 马氏文通呢 是汉语的第一部文法书 那写于1898年 马氏文通这个 马建宗这个人 写了这本书之后呢 胡适小时候就看过这本书了 而且他到 Conell留学的时候 他母亲把这本 他看过的马氏文通 寄到美国去 他高兴得不得了 在他日记里面有写 他收到这本 马氏文通的时候 高兴得很 显然他是喜欢的 可是在这里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马氏文通所收的 这个关于汉字汉语的 这个文法 跟胡适呢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是马氏文通保留 所有的虚字虚词 可是胡适 删除大量的虚字虚词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想在场也许 有念过中文系的同学 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 学姐送我的第一本书 就是古书虚字集结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念古典书 你没有这本书 你是根本念不通的 然后里面就有好多虚字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然后例句等等之类 你就要按图索记去看 哦原来这个虚字 就像现在在查 那个英文词典 有很多word banks 我们去查 这个字在什么 例句里面是什么意思 是一样的 可是马氏文通保留 所有的虚字 可是胡适不要 为什么 我们就看 马氏文通怎样解释虚字 其中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探字 就感探字 他说喜怒哀乐之味 发心致平也 就非常的平静 像那个流水无波 水面无波 那有感而应呢 心思波矣 波思不平矣 很多人会觉得 马氏文通 不过就是一本文法书 很多人大概不会想去看它 尤其我们现在 嗯 讨厌那个修辞或文法 我觉得这真的是 呃 很可惜哦 因为马氏文通里面 也有这么优美的文言文 就你心如果像波动一样 波浪一样不平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感叹字啊 而且他甚至说 感叹字是不分地域 不分语言 不分族群的人的天籁 就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感叹 你就会有感叹字 可是胡适呢 等一下我会看到 他写的那篇文章 胡适说 我不要虚字 我不要虚字 诶 那如果感叹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如果你惊讶 你可以用惊叹号啊 那如果你疑问 你可以用问号啊 你为什么要用那些 疑啊 疑啊 疹啊 乌乎啊 这些虚字呢 那马氏文通留这些虚字的用意是什么 在马氏文通的这个 里面的叙事是 他要保留那个口吻 他要保留那个语气 他甚至认为先于语言的 就有好多自觉不自觉的阴结气韵 这些虚字可以断句 可以分别长短 你记不记得有人在诵读的时候 有些字会比较长 有些会念得短 短处一些 然后你可以停顿 甚至你表示宗旨 他是表情达意的 而且调节气韵的 所以马氏文通要把这些虚字 都表现在这里 可是你知道 原来马氏文通 他可能自己不自觉 他开启了两股势力的正面交锋 一个就是 他模仿的西洋文法 可是他又模仿的不完整 不完全 因为他保留了中国剧斗 对于诵读和瓷器的讲究 这个正面交锋呢 其实是对于读书 作文思考 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我刚刚是说 文白之外 其实最主要的是 胡适想要建立一个 可以标准化的 制度化的国语 那果然在短短五六年之间 我说这些应该是证据 在1915年到1921年 大家可以看到胡适所写的文章 第一篇跟最后一篇是最重要的 论句斗即文字符号 那个文字符号来改成标点符号 最后一篇是国语文法概论 有了标点符号跟国语 这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 国语就可以建构起来 在这当中还有1916年争议 白话可以作诗吗 文学改良厨艺 1917年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文学革命 然后1919年 他就谈心诗里面说 诗不用讲这些四生八病 或者是这个韵律 自然应久就好了 向人说话就好了 然后1920年更重要 胡适跟周作人前宣童刘富 一起提议要颁布新式标点 教育部终于公布了 而且教育部呢 在1920年说 国民学校的12年级 改国文为语体文 废除古文的教学 在当年1920年 胡适出了他的第一本 白话诗 现代诗 常诗集 当然1921年 如果在研究上更重要的是 这一篇很长的文章 是他的好多篇文章呢 集合成了常文 国语文法概论 国语文法概论呢 1915年写好之后 1916年发表在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自己也有Science杂志 不是理工科才有Science杂志 这个科学杂志呢 不是中国最早的 科学为名的杂志 另外呢 我学生呢 刚刚才告诉我 他找到了 我知道有一个杂志 科学世界 1903年 就创立了 可是很可惜 那个科学世界 只有一年 1903到1904 12期而已 而这个科学杂志 这个旗程很长 1915到1960 谁创立了呢 大家一定认识的 赵元润 还有胡氏的好朋友 任淑永 任洪俊 还有为这个科学杂志呢 的钱财 就是财政 最费心的 胡明富 胡明富这个人 在林玉生院士的 这个著作里面呢 认为他是科学杂志里面的 灵魂人物 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们创办了科学杂志 他有没有看到 我们用那个红色 点出来的 这个就是论剧斗 及五字符号 我想请你看右边 他已经用 标点符号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是横排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杂志 那么 这个标点符号改变以后呢 其实就大大改变了 原来传统读书作文 必须要诵读 必须要虚字 然后感觉词气变化的 就是与词气度变化的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文法 加上标点符号 果然大力促成了 后来的很多人来讨论 国语这件事情 比方说国语文法 如果马世文通 是第一本文法书 但是他很多例子 都是古文 那第一本国语的文法书 就是后来 俗称白话的国语文法书呢 其实是李锦熙 1924年出版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他自己提词的 新著国语文法 新著国语文法里面呢 为什么他写这本书 有一个背景一定要谈 我们现在看到 英语的文法的时候呢 其实他有磁性变化 所以当时英语文法 传到中国的时候呢 有两派 一个是词论 就认为我们应该看 他的磁性变化 你看 他这个有单复数啊 有现在啊 有过去啊 有完成式啊等等 另外一派叫句论 就是以句子为主的 我们应该看他的主词 动词 授词 兵语等等 是不是完整的 所以有词论一派 也有句论一派 而李锦熙呢 为了抗句或者是突破 那个中国汉语呢 是没有办法有词尾变化 没有办法有识态的 他就说啊 那我这本国语文法 只以一个为主 就是句法 所以李锦熙的国语文法 是句本论 就是以句为本的国语文法 可是他马上就遭受 另外一个语言学家的攻击 廖树仙说 不对不对 你这本国语文法里面呢 只是一般的抽象的理论的次序 而你忽略了 那个语文习惯 语文习惯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汉语的语文习惯 可能去变更的 其实应该是文学性的次序 他说什么叫文学性的次序 要具体的 形象的 表示事物思想感情 这些才是文章里面 生动活泼的要件 而不是你告诉我的理论的 抽象的规则 当时不是只有这两位 另外一位我也很想举的是张世璐 张世璐在1931年 他就已经翻译高本汉的 中国语与中国文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家 张世璐对一件事情呢 愤愤不平 他说很多人呢 都认为当时的汉语 因为没有人称 没有时间 没有数量 甚至没有性别 没有这些词语的形态 就认为汉语是一种太古语 就是好像原始人用的语言 他非常愤愤不平 他说汉语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洋句法的 汉语因为意义跟语词的单位两两相当 就是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文法的结构 才来确定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要按照情感跟字词的意义 进行就好啦 所以他说汉语就是一个孤立语 所谓孤立语是相对于英语的曲折语 曲折语就是按照句法 按照语尾的变化 汉语作为一个孤立语 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只要调动语词的变化前后 就可以让词语的品性意义 在整个句子的总意上显现 所以他要抗议 他说不是太古语 其实中国语有他自己的价值 汉进步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有一个现象 我们当然要单独的看看 每一个语言学家 他是或语法学家 他是怎么做的 可是如果你把民国重书找来 当时的国语文法 或者是语言学的著作 他呈现了一个基本的现象 就是汉语跟汉字的使用 再也不是一种本能 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就一定会使用汉语汉字 那时候是说语言文字 到底要怎么发声表意 在面对新世界 西洋的拼音文字来了 文法来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这是中西学教会的主战场 这是学术 这是知识的竞争 同时就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 而可能大家没有想到 当时第一批的先锋 是小学家 我知道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小学到底是什么 小学其实是西汉的时候的一个 贵族子弟 八岁要入小学 小学就是一个初级的学校 后来呢 解释经典的所有学问 包括声音 意义 或者是文字形态的学问 就称为小学 小学其实不小 所有经典的诠释 建理都靠他们 而当时最先迎战的 就是文字学家 声音学家 或训古学家 而最重要的聚焦 就是在剧斗和文法 那我举一个人 大家一定马上就清楚 黄侃 最讨厌胡适的人 胡适1917年 到北大的时候 黄侃就不时跟他大大的辩论 胡适都一直隐忍他 那他甚至说胡适 大家都知道的笑话嘛 胡适那里的名字就是往哪里去 等等 那黄侃呢 是非常重要的文字学家 或者是这个炫骨学家 那黄侃就说 我知道西洋文法来了 可是其实看文章应该有两种 一种就是用张句 张句就是我刚刚讲的剧斗 他是着重耳朵的 他是耳智 他是耳朵的 有时候呢 你在念一首诗的时候 可能跟文章的意义 不见得完全相关 而是直接在语言上 快慢顿挫 重复对比 就可以表达他的 透过声音表达情态 他说如果是西方的文法呢 是着重目指 就是眼睛看的 他可能不介由朗诵 不介由虚词的语气 只要符合标点跟文法规范就好了 那我们当然完全可以领会 黄侃希望的是耳智 保留那个 可是胡适完全不想保留那个 所以你知道声音成为 心诗发展最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看 心诗的发展 或者发声 那一定要先注意声音 胡适说 这也很简单啊 你就像说话一样 自然的音节就好了嘛 可是这有两个问题 什么叫自然的音节 第二个问题是 自然音节 为什么能够合一的 传情达意呢 大家都知道 胡适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最不喜欢两字一节 两字一节 在古诗词里面非常多 比方说窈窕 婆说 参痴 或者像从 这个 双生迭运 观观 这是参痴 他最不喜欢这些字 他说为什么要受 两字一节的限制 可是 其实胡适没有抓到重点 如果我们说话 是一个自然音节 是为了传达 跟为了理解 我们的意义 情感的表出 是要正确的 所以不是两字一节的问题 是声随意转的问题 我声音出来 为什么可以跟意义 情意 相结合呢 所以那个才是 最大的问题 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四声的问题 从前人做股诗 是要看四声的 贫赏去入的 可是当时呢 就有两个人呢 用现代的方式来反对 一个就是赵元人 一个就是刘富 刘富 刘半农呢 当然大家都想到 叫我如何不想 他的刘半农嘛 他在留学法国 学语言的时候 他为了测这个四声 到底有没有四声 他自己还制作一个器具 而且他的这个 毕业博士论文还得奖 他自己制作一个器具 来测到底有没有四声 后来呢 他的结果是说 其实不只有四声 各地的方言里面 甚至有五声八声的 所以呢 赵元人跟刘富呢 用这样的说法来说 其实 没有办法依照四声 四声根本没有准确 定量的分析 他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好 他说我们现在做诗 只能像西洋师一样 注意剧中美智的 轻重快慢高低 易洋就好了 就像易洋格尚赖体 就好了 可是有一个人 马上反对朱光潜 朱光潜呢 是胡适邀请回来教书的 那胡适邀请朱光潜 回来教书的时候 在1934年的时候 就先请他呢 在大学部呢 教诗论 在诗论呢 的初稿里面 朱光潜就说 诗句当中 声音的分解 跟意义的分解 应该要相声共构 他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反对说 让我们像西洋师一样 他说绝对不对 不是单独的音声 本身的长短 震动的次数 次数或幅度大小 就可以片面决定 这个声音跟情感的关系 我觉得朱光潜 讲到一个重点 不管你是两字一节 不管你是贫赏屈辱 如果胡适的自然音节 打破了这个之后 但是没有办法在声音 说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异议 那胡适等于没有说 所以到底要怎么 声随意转呢 其实朱光潜的说法 来自于古老的 礼记乐记 礼记乐记里面说 凡因之起由人心生也 这句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要发出声音 你一定要从心里发出来 心意 心智 心情 所以敢于悟而动 故行于生 声相应赫 相应赫 就会产生变化 产生变化呢 就会变成方 方就是法 就是原则 那个才叫音 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出两个分别 声是没有意义 音才有意义 所以人心所感 彼此相应的声响 才是有意义的声音 所以礼记乐记这样讲 那其实在朱光潜 1934年 这样讲之前 1924年 声韵学家跟文字学家 胡蒲安 就这样讲了 这是胡蒲安 他其实有个很大的贡献 很多人可能忘记他了 可是我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呢 突然发现 其实他非常重要 他在1920年代呢 就讲到声跟音的分别 在1941年 他有一本书 从文字学考见中国古代 声韵与言语 这当然 从文字里面呢 谈声音 而且从声音里面谈意义 这个语音构意呢 不是从胡蒲安开始的 声韵学里面有所谓的晚派 像太岩那派啦 或者是这个 这个 好多重要的语言文字学家 像黄坎等等 他们都已经拼命强调 语言里面的声音 就可以表示意义 可是这一本 有系统的书里面呢 他从文字追溯到言语 再从追溯到声韵 他说 其实汉字本身 声音就有意义 他说 我们汉字的 语音的演变 大概是这样 先有自然音跟效物音 这其实很可以体会 当我们听到 鸟声的时候 很多人会模拟 对不对 模拟鸟的声音 或者是 这个 风吹过的声音 树枝震动的声音等等 他说 那个叫自然音跟效物音 可是呢 是会发展的 是有变化的 一开始你可能只是模拟 但是接下来 你就会有状况音跟转移音 什么叫状况音呢 比方说我现在讲说 澎湃江河 另外一个 浅浅小溪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嘴巴张大跟张小的不同 开河口的不同 开口比较大的音 就可以表现大 河口的音 就是不是开那么大的音 就会表现比较小 这个就是状况音 但是当你在讲 澎湃江河 跟浅浅小溪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是有意识的 你是自觉的 要赋予那个声音 与意义 所以他说 这个开始 从这里开始 其实人开始就注意到 我口中发出的声音 到底有没有意义 那最后那个转移音 也非常有意思 其实就是 一音 素意 就同一个声音 可以表现好多的 不同的意义 比方说 他说保护的护 对不对 我们念护 可是后来为什么 加护的护 就是护口名部的护 也念护呢 因为护有保护的意思 所以他们念同一个音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这里 已经不是模拟而已 而是有意识的 要让我口中发出的声音 都有意义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是一个传统小学家提出的 可是我们想问说 这个传统小学家 这个说法 在1940年代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他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汉语的语音匮乏的问题 当西方的拼音文字来的时候 我们最怕的就是 糟了 我们没有词态变化 我们也没有文法格式 怎么办呢 好像没有拼音文字 是很大的罪过 可是呢 胡佛安这个说法 解决了汉语语音匮乏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仍然有音 我们有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 还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汉语的语音 是有意义的 那什么是汉语的可发生性 谈到发生性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到 我们有这个口舌 不是就可以发生了吗 或者是说约定俗成 别人怎么念 我们就怎么念 或者西洋文法是这样 我们就按照这样就好了 不是的 胡佛安所强调的可发生性 是说 身心和世界 是同步对应的 发展过程 我们不停地在感受 大自然的变化 人际的变化 或者是动物鸟兽的变化 我们的身心跟世界 是一起同步进行的 而语言 就像内在的一种感知器官 我们音译结合 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存在 我们跟世界 是同步的共鸣 我觉得胡佛安的说法呢 提供了 胡适的生髓易转 或者所谓自然音节 最好的理论基础 而且为胡适所谓自然音节 提供很好的补充和发挥 但是呢 传统小学的现代说法 还没有结束 除了胡佛安呢 他用传统的文字学 生育学的知识来追问 汉字是如何透过语音 来表达意义之外 陈世湘来了 陈世湘不是别人 他是朱光潜的学生 而他的学生也很有名 就是杨末老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想到陈世湘 好像他赴美 然后在Berkeley 做比较文学研究 或者是古典的研究 我们就觉得 他跟现代文学没有关系 才有关系 他还没有去美国留学之前 已经跟另外一位英国学者呢 合编了现代诗的音译本 选本 所以陈世湘来了 他就说 他要讨论知语言的问题 知语言的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姿态 汉语可以表现姿态吗 汉语是有姿态吗 好 那我们当然也要问说 那为什么汉语是要讨论姿态 平常我们说 姿态的语言 比方说你的呼吸的快慢 或者是你的手足的动作 你走快了 走慢了 或者是音乐舞蹈这些艺术 我们说他有姿态的语言 可是怎么会有语言的姿态 要怎么谈语言的姿态 而且语言的姿态 跟我们今天谈的文法 有什么关系 好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因为陈世湘的著作很多 那我举一个例子 叫知 那大家可能会想到 这又不是 这个虚字了吗 知乎折也的知 或者戒词 等等 可是呢 知在甲骨文里面呢 其实是脚印的意思 有footprint 脚印 那这个知呢 它代表了足 就是你的这个双脚 可能有点 有踏 有进 有退 有转环 转圈 那同样以知 这个字为自根的 还有其他三个字 也很有名 一个是时间的识 一个是志向的字 一个是诗 诗原来没有那个 上面那个 这个寺庙的诗的图 是知 那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陈世湘呢 依据甲骨文这个字元学 做了很好的解释 他说 诶 这表示什么 如果时这个字有知 这个字根 就表示时光 其实是随时来去出入的 那知这个字 也有一个语根 字根就是脚印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心中的智力 常常有趋向 可是也会变化的 也会犹豫的 另外 如果诗这个字有知 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语言里面呢 常常吐纳续发 有时候我们放在心里 有时候我们讲出来 有时候收回来 有时候讲一半 这些东西就构成一个 多益的响应 所以陈世湘 其实是透过甲骨文 这些字根来说明 汉语本身就有一种姿态 就像我们的手舞足道 或者是犹豫徘徊的姿态 如果你把它放到 失创作里面 这是可以说的 在失创作里面 我们的感发 有时候是主动的 有时候是被动的 有时候是月光来 轻饶我的 所以我就要开始创作 有时候呢 只在你的心里 可是有时候你急于 你觉得它很吵 你应该用语言文字 把它表现出来 有内外之间的问题 有时候你是要漫长等待的 日出月落 有时候写不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 这个 这个 知这个语根里面来看 时光 致意和诗 其实就多益的 响应了一种姿态的节奏 现在你可能要问说 奇怪 陈世湘为什么要谈知语言呢 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知这个词说明 汉语本身 其实是可以展现 整个身心持续行动的 同时也跟人和大自然有关 我要把人 放在整个 持续流转的大自然环境里面 那是整个人生命的行动 或者为了行动 或先于行动的 汉字本身 不但表示现在的意义 也设想未来 所以如果是这样 应该有一种身体力动的姿态 随时处在人与世界 人与大自然之间 来表示汉语或汉字 一种可体现性 不是只有可发生性 陈世湘为什么要讲知语言呢 其实这个要追溯的很早 1935年 他还在中国的时候 他就在报刊上写一篇文章 而且强调 心思的理想形式 应该是无形式的形式 他为什么要强调无形式的形式 等一下我最后一段会讲 陈世湘说 我们要有一种有机的形式 才对啊 我们应该像听一个人 活人讲话 这跟胡适的何其接近啊 我们要有声音自异 可是我们连手足眼神 动作都要合起来 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 不是只有嘴巴发出声音 你的眼神 你的肢体动作 你是不是往前倾了 还是你是往后退了 其实都是表情 所以我们应该 敏感的领会 每一次生动 新鲜的 自外之意 言外之意 为什么他反对形式啊 他说 心思要是一个 无形式的形式 因为 他说 当你做心思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考虑 评测韵脚 五七言俱事 你不要再去考虑典故 或者是原有的意向 你也不应该考虑 任何文体的规范 好 这样讲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陈世湘曾经分析 杜甫的八正图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1934年那篇文章讲的是 心思耶 应该要有无形式的形式 可是他拿来分析杜甫的八正图 也一样很有意思 他说杜甫的八正图 当然是讲这个诸葛亮 他说 公盖三分国 明成八正图 江流石不转 遗恨诗吞武 他说很多人看到 这个五言绝句 总是想起来一个人 就是王维 那王维呢 的五言绝句呢 让人家传颂不绝 因为他很自然 很悬远 我们就觉得 哇 非常悠闲 甜 甜 淡 像木墨 芙蓉花等等 可是他说不 杜甫呢 突破了这个限制 杜甫的这一首呢 八正图 反而呈现了人跟时间 还有命运的拉锯 整首诗是一个巨大无边的流动节奏里面 诶 怎么讲 这首诗呢 我用红色标出来的 江流石不转 前面两句 其实好像 概观论定 是公明 可是后面那句是 疑恨 所以其实江流石不转 这一句呢 他处在哪里 他处在一个 很危急的位置 这边是高峰 好像一个功成名就的高峰 可是另外一边是深谷 是疑恨 所以其实在高低之间 他就形成很大的 力动的状态 好像时间本来应该把一切都冲刷带尽的 可是就是不肯 就是这个八正图 就是这个江流石不转这句 这个八正图的石堆正 那么坚强顽固的 就不要随时流转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名记 他记着了 这是一个分段 在诗里面是一个分段 在诸葛亮一辈子的 命运 意志 或者他的理想里面 也是一个分段 他终究没有完成 陆基的祖父呢 这个陆迅带这个大军 十万大军 后来他逃离了这个 诸葛亮所设立的八正图 你们知道这个 有传说是谁让他逃离的吗 其实是那个 他的岳父 诸葛亮的岳父 去偷偷让这个 陆训这个大军逃离 当然这是传说 可是其实这首诗告诉我们 陈世香的姿态节奏 是有道理的 在这里是一个分段 可是这个分段 不只是句式的分段 它同时也是一种意志 它未完成的意志 或者就留下来 永远都没有办法流逝的 那个遗恨在这里 那这是这一首诗 所以真正的主题旋律呢 不再与法拉 阴结文体 而是命运 或者是意志 这个大概是陈世香呢 对于姿态节奏呢 的解释 好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 原来陈世香讲姿语言呢 跟文法是有关的 也跟他自己讲的 无形式的形式有关 也跟他底下要讲的 字词之间的整体关系 也就是语序 word order是有关的 陈世香的姿态节奏说 就把语言的音译分解 提到一种状态 哪一种层次呢 连断转进的创作过程 好 那我们发现刚刚的 比方说这个 公盖三分国 明成八正图 看起来是一个连结 可是突然来了一个断 将流石不转 然后遗恨诗吞武 这是一个转出的 一个新的意念在这里 那他显然关心的是 一首诗的内在结构 那陈世香说 一个好的诗意象 比方说八正图 不能只有一个孤立的意象 他一定要透过 字词之间的整体关系 也就是原文的语序 还包括字词结合在一起的声音 连段或分行分段 所模拟的情思状态 才可以完成 如果是这样 我们终于知道 其实从1930 到他写那个 字语gesture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呢 发表在史语所即刊 1958年 所以从1935到1958之间的 陈世香反复不断地 思考这个问题 原来是最后希望用语序 来映然地回应文法的问题 当时 在1930年代 不是只有陈世香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也要来看看 那当时的语法学家 是怎么谈的呢 曾忘到 大家现在都知道 他的修辞学大家 那当时呢 在1938年到1942年 或是三年之间呢 语文周刊 东方杂志 学术杂志等等 发表了好多 跟语法相关的 这个文章 后来曾忘到 在1942年 就编成了这一本 所谓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从的书 在这里 几乎像总结一样 总结当时的 所有的辩论 他说 汉语的语法 一定要破除 词中心论 或句中心论 我们不要再去依据 西洋的文法去问说 你有没有词论 你有没有句论 不是的 我们应该聚焦在 词语先后的顺序 词语词的结合 或者词语的连结配置上 也就是说 这一些讨论 以及最后这一本 《论从》的出版呢 说明了语序 才是汉语文法学研究的 最核心 不只这些人 唐月在1923年 他就说 唐月是谁 唐月是唐柏黄 其实就是把心理学 翻译成心理学的 这个人 那在Cornel的时候 他跟胡适 那么也有这个认识 跟交往 那唐月在修辞阁里面说 修辞是什么 汉语的字词 是透过各自复杂的本意 隐身意 假借意 来相互连结 构成 显笔 隐喻 或暗示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依照文法的 这个标准 另外 李安宅这个人 在1934年 出版了一本 《议议学》 他就先反省 文法给我们的恶影响 然后接着呢 借助当时在中国讲学的 这个IA Richard 就是新批评的重要学者 他依据他的说法 就强调说 在说者跟听者之间 其实会召唤字词符号 好多好多分繁的意义 这个可能也不是单纯 看看它是不是符合 文法规范就可行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资料 我们就会发现说 语言学家 语法学家 修辞学 意义学 都趋向于讨论说 汉语或汉字 透过语序连接的什么 多异性 这明显是抗拒 胡适等人所强调的 要有确切不易的意义 而且要有符合规范的文法 他明显抗拒基于拼音字母 所建立的文法规范 而试图透过语言使用者的 心理变化 处身的情境 还有他熟悉的文号系统 符号系统 来架构一种 可以滋长 生发的意义现场 你知道后来很多诗人 就这样做了 常诗集 这个1920年代之后呢 开始有了 后常诗集的第二代新诗人 他们就开始尝试在 英语文法 或者汉语语序之间 这两股拉力之间 来彼此的这个 汲取养分也好 或者抗拒也好 来生成新的汉语的现代诗形 那这个是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西洋文法来了 可是传统的汉语的语序 还一直存在 那我刚刚说 张句啊 基里 这些都是古有 古有的术语 古典的术语 可是当现代诗人写诗的时候 也提到这两个的时候 他用法不一样了 他谈到是说 这两个字词被提到 在新诗的论说里面 他们是这样讲的 他说新诗应该要有 官能的 肉体的 活软的 流动的 机体的思索 所谓机体就是有机的 organic 有机体的思索 你很可以发现 当他说官能的 肉体的 活软的 流动的时候 他是为了对比什么 对比由格律 俱法 或者是磁性 所规范的现实 所以汉语体现的姿态呢 早就翻转出 所谓胡适肢体 胡适肢体就是 胡适跟梁思秋 他们两个认为 新诗现在太晦涩难懂了 我们一定要写 明白具体 确切的那个诗 其实 第二代的新诗人 早就翻转了 胡适肢体的 僵固的一个界限 所以你可以说 当他强调 官能 肉体 活软 流动的时候 这些现代诗 诗形呢 其实是活出人的感觉 情感 或者是当时的灵魂状态 但是这样讲呢 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来举一首例子 那右边的这个 木兰花呢 其实也是勾起 我的一些回忆 前面讲说 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呢 因为去做研究 看了黄尊线 那其实这些新诗 我大部分 是在2015 在Princeton讲学的时候看的 那我记得那一年应该是Princeton 学下的最多的时候 好冷 几乎每次要出门 就是看不到路的 因为根本来不及亲 可是呢 春天来的时候 第一个让我感动的 就是木兰花 木兰花盛开的时候 春天来 我记得我在那个 就是他们的东亚西图书馆 也就是Gaster图书馆 以前胡适当过馆长的那个 格斯德图书馆里面呢 发现有一个地方 全部是属于现代文学 可是完全没有人借阅 发现那真是我的天堂 每天我就走去那个图书馆 坐在那里 然后 这本拿下来看 那本拿下来看 完全不用借阅 因为不会有人借走 在那里呢 看了很多现代诗 那我想用费名 就是冯文炳的这一首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 第二代现代诗人呢 到底是怎样 透过西方的文法 或者是传统的这个 汉语的语序来表达 我们先看后面三句好吗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有没有想到 孤藤老树 婚鸭小桥流水人家 我排比出来就好了 这根本是古典式的样子 可是你又发现 好像不只是古典式的样子 他用了好多奶字 四个重复的奶字 奶有汽车吃过 奶有油桶寂寞 奶记不起 奶有什么之类的 这个奶字 如果放在现代的语法来看 它是连接词 没有错 可是大家要知道 它没有因果关系 它只是承接的关系 然后有什么 然后有什么 这个费民就说 这首诗做于什么时候 就是做于这个 它走到大街上 然后它眼前所看的东西 都在这首诗了 所以这个四个重复的奶 其实古典词常常有重复 行行 重 行 行 你会发现 行行 重 行 行 是不止四个行的 因为它有一个重复的重 所以是好多行啊 一直重复 所以其实重复 本来就是古典的这个习惯 可是为什么 这里的重复 有什么新意是有的 这个奶字后面的东西呢 只能连接 承接 但是没有因果 它不是因此所以 所以诗人并没有告诉你说 这些事物都相关哦 没有 它不见得有关系 第二个 你会看到另外一组重复 有五次的是什么 就是寂寞 我们先看看古典有什么寂寞 我想这个 这个 我们应该会想到 比方说舒适的 简禁寒之不肯欺 寂寞沙周冷 或者是更 大家更熟悉的是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沟 寂寞无同身怨 所清秋 我们大概知道 古典词出现寂寞的时候 大概都是物我合一 情景交融的时刻 大概我们不会发现 它有断裂的 有分隔的 可是你看这首诗里面 这些寂寞跟前面的东西 都是分隔的 都市文明兴起了 有大街 有英文 有汽车 有油桶 有阿拉伯数字 这跟传统诗词的寂寞呢 虽然看起来贴近的 亲切的在一起 比方说 油桶寂寞 油桶寂寞 汽车寂寞 阿拉伯数字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看起来是贴近的 可是 你会发现 它是深色的 因为它有一种 近现代的 机械文明 进步意识 跟传统古诗词的 寂寞之间 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每次在看 这首诗的时候 我就想到 在小孩小时候 我们会教他说 你背这个生词 大家记不记得是生词 陌生的 或者是深色的 所以其实这首诗呢 是陌生的 又是深色的 同样在这首诗的后面 费明有另外一首诗 他说我走到十字街头呢 是举目皆非 就什么都跟我 好像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样的 情境底下呢 这首诗其实传达的 不是古诗里面的 情景交融 我合一 它传达的是 相对的 深色的 彼此没有办法 契合的一个 现代的情境 最后我想请大家注意 那个最后 人类寂寞 他不是说人的寂寞 或我的寂寞 他说人类寂寞 这其实可以让我们想到 1923年 胡适为科学论战的 最后的结集 写序的时候 他说 哦 其实整个人都要改变了 我们要人类学 人种学 来破除种种的迷信 发现 人不过就是一种动物 人不过就是物种之一 所以最后那个人类 其实可以让我们想象 费明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的感慨 但是看完这首诗 我也请大家注意 它并不是完全抛弃古典传统 它也不是完全抛弃文法的规范 可是在传统和文法规范之间 它写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 跟新的存在的样态 我因此觉得 亥语究竟要如何现代呢 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思索 不是只有一个角度 一个方向 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是我讲的这几个方向 比方说拼音画 符号画 或者甚至废除汉字好了 拼音画呢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像吴志辉 或者是像这个钱玄彤 他们就拼音 罗马拼音画好了 那当然大家不会忘记林语堂先生 林语堂先生也是赞成拼音画的 而且他因为发明这个 中文打字机 那他就说 一个汉字要怎么认得呢 首二笔画 跟最后写完的二笔画 就得出四个号码 这四个号码就代表一个汉字 所以拼音画的潮流 其实是非常非常 引人注意的 或者符号画 甚至瞿秋白说 那干脆把汉字废除算了 可是大家在注意这个 看起来非常显著的 好像很进步的潮流里面 不要忘了 我们有古典的小学家 我们有近现代的语言 语法学家 修辞学家 这一批人非常努力 而且自觉的去找出来说 除了这个 我们还要怎么回应 西方的拼音文字 和文法的大局入侵 而且这个部分 是没有被人注意到 我觉得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希望呢 透过前面的说法 也许呢 我们不但把汉语的 可发生性 可体现性拉出来 我同时希望大家 给心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在整个晚清到20世纪初的 汉语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 心诗其实占有 非常核心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场域 现代汉语的种种试炼 比方说词汇啦 构句啦 语序啦 声音跟意义的种种关系 没有通过心诗的实践 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心诗其实是在 技术体系 或者所谓工业文明 进步意识形态的威胁底下 重新把人跟世界的关系连结起来 这样心诗带回 把我们带回 语言的本质 而且才构成真正的 汉语的 新的诗学 我认为没有独霸一方的汉语 没有一种汉语 是专有权 专属权 而且永远不改变 汉语是混杂之后 才再制成的汉语 除了文言白话 还有国语 另外文学革命 也不是独中西方 而是透过相互的对话 抵抗 汉语或汉字文明 才建构自己的modernity 现代之地 如果回到五四 因为一开始我们讲到五四嘛 那让我们回到五四 周策仲先生在五十周年的时候 五四五十周年的时候 他说 五四是一场知识的革命 知识思想理性 同时也是改革的行动 而且他说 五四是追求真理与事实的 重要的这一点在这里 不求诸古圣贤 所以这个是中国文明史上 最大的转折点 可是你知道 这个说法呢 跟林玉生院士的说法 是不一样的 林玉生先生说 五四 六十八周年的时候 他说 五四当中 不少观念 在实质层次上 其实相当肤浅 浮泛 尤其全盘反传统 更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 重大危机 所以你可以发现 五四的讨论 从来没有结束 到底是要反传统 还是要依照传统 其实在现在 我们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这本书呢 本来是要放 宇英时先生的 那个 很好看的照片 可是我怕有版权问题 所以就放了书 宇英时先生的回忆录里面呢 也有一段 就讲到五四运动 他说我们应该把五四 看成一个长期的新文化 或新思潮的运动 五四尚未完成 我想我们大家很熟悉 宇英时先生对五四的看法 第一 他认为五四不应该比赴文艺复兴 或者启蒙运动 因为这两个运动 是在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内部里面 来谈他们的革新 可是五四呢 使西方的影响进来 可是同时他讲到第二点也很重要 五四并不是完全只听西方的 真正的五四 应该把西方的核心概念 跟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 拿来对话 拿来彼此论辩 所以宇英时先生说的 五四尚未完成 并不是独钟西方 也不是放弃传统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呢 看待五四最好的一种说法了 最后 这是最后一张power point 我想让大家看看 那台湾诗人杨木老师 怎样看待五四的 大家可能没想到 这个杨木老师也会讲到 1919五四运动 这是一首很长的叙事诗 这里只是揭露 尤其讲到最后几段 我们先把诗看一下 至于相对论 1919年 那年在中国也发生了些 震撼人心的事件 例如五四运动 阿伯特·爱因斯坦 因为这是散文诗 你听说过五四运动吗 德先生 赛先生 我们的血和泪 许多人为民主和科学牺牲了生命 在中国 朱鱼总有变差的时候 又回应到那个朱鱼了 照亮我细想你的话 底下这句是德文 抱歉我就没有办法念了 好 最后一段 你的信心和智慧 就是前面那句德语 刻在演讲厅的壁炉墙上 我在木兰花影和朱鱼的光辉下成吟 我相信真理可以追求 民主和科学也可以 相对论与我无关 可是我能为以色列的奋斗感动 犹太圣人 伟大的物理学家 你能为我的台湾感动吗 其实这首诗我在念的时候呢 我从念的时候 也是在Princeton 大家可以看1979年3月写的 1979年是爱因斯坦的百年纪念诞成 那时候呢 杨末老师刚好在Princeton 刻作一学期 那他说的这个 所谓演讲厅的这个壁炉上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 Princeton那个Jones Hall的这个壁炉墙上 有这句话 这句话呢 我查过很多这个英文的说法 其实他的意思呢 很简单就是 上帝也许爱开玩笑 但是绝无恶意 他的意思就是说 真理是要努力追求的 奋斗的 这当中纵然有曲折 但是不要害怕 你最后一定会发现真理 那杨末老师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因为是爱因斯坦诞成100年 百岁诞成 杨末老师那个学期在Princeton 我特别问过他 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他说那学期他在Princeton 这个课作的时候 他的研究室旁边 就是爱因斯坦当年借助在 这个东亚系的那个研究室 所以呢 这首诗的开头是怎样的 这开头非常有趣 开头是说 爱因斯坦一直在隔壁发出很多声音 弄椅子的声音 敲桌子的声音 我故意开窗的声音 然后希望杨末老师帮他写一首诗 纪念他的百岁诞成 所以一开始是说爱因斯坦 这两个人互相对话 爱因斯坦就一直说 你没有听到我扮椅子的声音 走来走去的声音吗 杨末老师说 这相对论我都不懂 虽然不懂 可是我很着迷 但是我没有办法 为相对论 为你写一首诗 然后接着就进展到1919 我们知道1919对爱因斯坦也很重要 对不对 是广义相对论被证验的那一年 就是英国科学家Eddington 去看了日史 然后发现 证明他的广义相对论 可是杨末老师呢 从1919联想到的是五四运动 他说五四运动里面 有民主有科学 为了生命 好多人牺牲了 在中国 你知道吗 有我们的血汗泪 你听过吗 可是大家注意 这里是我们的 在中国 可是大家看 但最后一行 是为我的台湾感动吗 所以这当中还有层次的 他从五四运动 中国的五四运动 跳到台湾 为什么 因为1979年1月的时候 台美断交 1979年3月的时候 以巴两国签署和平协定 而这首诗 是写于19793月 所以其实这一首诗呢 也许可以当作我们不断反思五四的重要的一个例子 五四不专属于一地 不专属于某一个族群 不专属于某一个语言 其实五四属于所有可能该思考的议题的重要的人 那我相信呢 这个新五四呢 会在很多跨越地域语言学科的这个界线之后呢 得出很多新的想法 好 那我今天的就讲到这里 谢谢 本来郑彦是说 他只能讲一小时 但是一开讲就不能质疑 他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太丰富了 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 我们就从第一位开始 第二先从这位先生开始 郑彦是好 我目前做AI 我发现现在为什么呢 就是说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 就是传统跟现代 之间因为思想观念的冲突 等于说有很多革命性的发展 那我的意思是说 在人工智慧的现在领域 现在我们从早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 机器 然后电力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个是资讯 第四个是AI 我是觉得私下可以跟您 互相沟通 现在这个东西在我们AI的世界里面 从一个comprehensible system 到很简单的一个simple system 又回到comprehensible system 那这个中间的evolution 基本上不管是从aspiration 或者是静和的关系 不断的演进 那我们在传统 假论我从膀胱者眼光来看的话 就传统的这种 服饰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simplefy 因为我们的公益革命 我们落后人家 类强侵略中国 所以基本上它是把所有语言 变成一个白话文 那可是现在因为AI的领域里面 它可以处理一些comprehensible system的东西 而且我是觉得你这里后面这个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做AI的technic 可以收听 把一些过去的一些字词 很简单的下个几个指令 用API的话 就可以把它把它规裂 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说把文字方面跟AI的领域结合在一起 你可以处理非常过去大量的资料 股市 股市也好什么的 你可以把keyword或什么一些东西把它做 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回到一个东西来讲 佛教也一样 佛教也有那个心经里面讲说 官智在菩萨 什么的心声波罗 波罗 蜜豆 石膏 中间有一个舌身 就是舌身相畏触法 眼而鼻舌身意 你刚才讲那个东西基本上 是在AI的世界里面的话 这个东西声音 眼而鼻舌身意 这个东西是 可以在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 用AI可以把它解决 这个细节 私下我可以跟 用AI去处理 我现在问题你们这里 谢谢 谢谢你简单的回答 因为还有好几个举手要提问 因为我正好现在在科技部人文师 戒调到科技部人文师 这个AI跟文学艺术 或者音乐的相关的计划很多 那这个部分的确有在处理 那我们曾经也举办过一场AI文学梦 就是大家知道的熟知的小兵 出了两本诗集的小兵呢 也跟我们的当代的诗人呢 而且展开对话 那后来大家的想法是这样的 小兵因为是被喂养的 就是他喂养很多 像您说的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诗 然后他做出来的东西跟现代诗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还有不同 小兵读的只有诗人的诗 可是呢 现代的诗人他要过生活 他要看新闻 他要跟别人对话 可能吵架 可能高兴不高兴 走路可能会踢一跤等等 这些都会构成他写诗重要的来源 所以AI跟文学的关系呢 不是这个一跟零的关系 这个其实是彼此合作的关系 那目前是有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谢谢 那一位先生 您刚刚讲的说 最后面最精彩的部分就是 五四的话呢 是一个文化与思潮 等一个延续的运动 那我们现在台湾来讲的话 你目前的看法 你所感觉 因为现在我们主体性 我们繁体字这一块是在台湾 那刚刚讲的说 有关声音 韵律 文字各个方面 那它现在一个新的思潮 一个延续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这边有在看到说 诶 台湾的文学 因为它多了比较多的音嘛 跟这个中国这边还是不同的音嘛 这块这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探讨前线性 第二个问题是想问说 这边是繁体字嘛 那对面的中国它们是简体字嘛 那它在那个演变的过程 它是怎么样的科学机制去 我知道说它还是有去 跟参考日本那些方式嘛 那它没有什么其他 比较有系统性的方式 然后它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它是不是很后悔 它把它 当然好像是听说是这样嘛 那它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有两个问题跟你就交 谢谢 比方说对岸简体字的发展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是属于1949以后 所以基本上我这本书呢 就研究到1949以前 那后面的部分呢 我会再持续关注 但是呢 当然那个时候有很多 比方说简化啦 或者是拼音化 或者比方说 怎么提出 像张台延提出的 这个标注注音的方法 我们现在都还在用嘛 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呢 目前已经有好多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觉得刚刚您提的 第一个问题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说 刚刚那个第二个问题 还可以谈一下 就是以前我们去开会的时候呢 其实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古书是繁体字的 那如果把它弄成简体字 反而会出错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这个状况就是 我们去开会的时候呢 的文章呢 它一开始是用简体字 可是最后出版的时候 都是繁体字 那个对它自己来说 才是最方便的 那至于说 现在的新诗有什么发展呢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像比方说 以杨默老师来说好了 它其实对声音的这个 尤其节奏的这个部分呢 它有很多讨论 尤其标点符号 在它的其来前书 其来后书里面 有讨论到好多 它写诗的时候 怎么注重标点符号的 那你很难想象标点符号 1915年胡适提出的时候 到了现代 杨默老师在写诗的时候 还要注意标点符号 它就有特别讲说 它是不用顿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诗 诗是一个 比方说 这首诗写到这里 它是不把一句讲完的 我们称为回航或断航 一句话不完整 那这一句话不完整的最后呢 它没有用顿号 也没有用逗号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句号的意思吗 还是逗号的意思吗 所以其实杨默老师 在很多诗的断行上 有它情义的表现在里面 那这些其实是要熟悉 它书写的方式 然后才能够阅读进去 不好意思 再给您再往前的延伸一下 因为这样看起来 文学这东西来讲 它是有一些无限联想 表演符号有个没有的话 那我们回到说教育 因为教育来讲 现在来讲的话 学生们他们这个 其实上 他们在加强这个 所谓的辅导的部分来讲的话 强调这国文是一个科学 是一个蛮难去 拿到一个所谓满几分的 这样一个科学 那这一块部分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文学是很开放的 那它那个东西又有了考试那一块 那这个两个中间 怎么做的balance 那这样孩子们他本身 他思考上面会不会被局限化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 林语一的一个答案这样子 这一块您怎么看 现场我们有很多 那个我也看到 这个北一女的学生来了 这个我想呢 他们可以做很好回答 但是我先讲 我知道很多中学老师 其实他们常常有自己各自的 workshop或者是讨论 所以其实他们很能够配合 这些时代的变化 对于很多文本提出很多新的诠释 所以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想考试制度 也应该会有变革 而不会像从前 我知道从前有 把一首诗拆散 然后请你来写出来 到底这一句跟那句 应该是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那那个引起很多争议 所以我想以后 不会有那种考试题目 对不对 好 这一位先 张老师您好 那个我是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 也许都会建议说 就是说把那个古典文学的部分 在现在这个新一代的学生里面 把那个古典文学的时数 把它减少 可是据我知道以前 所谓提倡 不管是白话诗 或是这些写现代诗的前辈 他其实都是有 很深厚的一些古典文学的素养 那我想请教一下 您对于这个 把这个古典文学 从我们的这个日常的 国中高中的教育的时数 点数的这个减少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还是您觉得说 就算没有古典文学的 这么深厚的素养 也是能够写出 比如说轻轻的 我走的阵 我轻轻的来 类似这样 有些连韵叠词的 这种比较有诗情话语的画面的 一些事实产生 好 谢谢 如果我刚刚讲的是文白二分 是一个假议题的话 基本上我自己在学习或研究的过程里 也不会特别区分古今的文学 把所有的文学回到他们当时发生的语境里面 或存在或生长的语境里面 其实是不应该分古今的 所以我自己从六朝文学 往上做到先情 接着往下可能做到明末清初 接着做近现代 那我觉得回到语境 回到那个经验脉络的同情共感 可能是比我们去区分 它是文白或者是古今 更重要 老师可是你这样还是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啊 你把那个问题毙掉了 也不是毙掉 因为我是觉得所有的教材呢 都应该符合它该 比方说这个老师希望讲这个主题 好 我举我自己在台大上课的例子 如果我要讲一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古典跟这个现代诗 是可以一起合用的 我并不会因为它是古典我就不用 因为它现代诗我就用 大概这样 好 那个红色帽子这一位先生 请教一下院士 那个 在你的powerpoint里面 我所看到的 我认为是属于 汉文字 那 因为我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全部看完 那 想请教你 你在你的powerpoint里面 所用的 若它是汉文字 哪一个字是你造的 有还是没有 不是很清楚耶 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嗯 我所 看的文章里面 所被归属的汉文字 呃 在康熙字典里面 大部分都可以找得到 甚至于在说文解字里面 也可以找得到 我的意思是说 五世之后的这些文人 用汉文字 他用了很多都是古字 我还没有看到 这些文人 为了描写新井 新事物 新思维 造出的新汉字 都是在使用 旧汉文 去 串 重新 串接 那 为什么 汉文人 丧失了造字的能力 这个 我摆思末节 不晓得 你看到其原因没有 那 这一个 文字量 对不对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ize 这么轻易的 在拉丁语气里面 就造出一个新字出来 而且它有 产生了固定的格式 这个在外 在汉文系统里面 这一个 能力 为什么一直没有产生 不知道你看到的原因 没有 那 在这样子的一个 古汉文 的被使用 在 语言 变成汉字 我刚刚听你的 这个 陈述里面 我听不到 有所谓 我所认知的是 周代 雅言 也就是说 你发的语音 你对这些使用 旧有的 汉文 你发的语音 是我理解的是 满是汉语 根本不是我所理解的 古汉语 但是你用的是 古汉文 这样子的 错乱 到底 新世代的 汉人 还是说 汉文的使用者 如何去面对 字形 跟语音 是 真的是 古 传承 而不是 字创 于武士运动的 所谓的白话语音 互加在 古汉文 文型上 而造成的 一个 字的使用 好 这一种错乱 嗯哼 连 书写的格式 所谓的格律 在一个 汉语音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 露声 被泯灭 跟 所谓的 陰阳 被失落 因为后面 还有很多人 对不起 后面还有很多人 第二个汉文的使用者 要 要去思续他 而且理解他 何以如此 先生 谢谢 就是说 我想知道 知其 所以然 而不是 只知其然 我问他 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那个 我想这位先生 是讲到这个 汉语的 这个 他的持续的演变 或生长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 不管是中文院 或者大学里面 都有好多 古音韵或古文字学家 我们现场就有 所以我想 呃 他们应该 持续的研究里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那位年轻的朋友 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后面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欸 您 欸 正教授您好 然后就想要问问看 就是 譬如说 朗读这方面 就是譬如说 以古诗来讲的话 就是 可能就会有 常出现野啊 譬如说 作用亭记 叫 环除街山野 那他的野就是 会有一些雅音 譬如说 太守最野 他就会有那种陶着的感觉 那在新诗的朗读上面 有什么 就是目前是需要 嗯 关注的地方 就是 就是说 古典的话 他是讲会 可能会非常的有意境 可是感觉 现代的诗感觉 就不知道怎么朗读出一个 新的一个感觉 谢谢 也很有意思 就是古诗我们比较容易 因为他原有格律 我们那个长短 伸缩可以看得出来 那新诗要怎么朗读呢 其实我建议你去看一下 那个 现在有好多 那个比方说 他们在岛屿书写里面 有好多新诗人 比方说在杨木的那个里面呢 就是王文心老师 帮他朗诵 那个孤独那首诗 孤独是一匹衰老的兽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影片里面 得到一些注意 好 我们这个问题 王夫人 他有向提问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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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 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中国 有一点学问人 都听说过 爱因斯坦的名字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 爱因斯坦 他知道五四运动 是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 语言的翻译 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跟整个人的 过去的生活系统 和信仰都有关系 所以要怎么样子来 把我们的语文 改成白话文 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回应 王夫人刚刚说的 其实这个 很多诗 可能诗人 很多诗 我们应该可以重新去发掘 像杨牧老师这首诗 就从爱因斯坦 讲到五四 然后又从五四 讲到台湾的这个情境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开海 可以值得发掘跟阅读的 好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来参加 这一次的圣院 知识的饗宴 那我们还有下一次吗 就是 不是 我要预告一下 这个 这个4月30号 我们还有一次知识饗宴 科普演讲 这是礼拜二的7点到21点 是我们 潘文涵特聘研究员 就是本院的生物医学 科学研究所 那讲题呢 好像这个听众 跟我们的听众好像 相当不一样 生命科学方面的 题目还没定 抱歉 所以 我先预告一下 叫对生命科学有兴趣的人 4月还有一次科普 在4月30号 那谢谢大家 那个 那个 我们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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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每个人 都是 这位 柠位 是 感谢观看